泰勒也是来势汹汹 目前已经拿到了55分的领先优势 当然这一杆就出现了失误 右下方抵带漏球 球形现在分布的是非常不错的 只有左侧边裤的这颗红球不好来叫的 其他的都是活球 打进要的黑球 黑球一个偏直的角度 滴杆拉回了 左边中带有下 好 再次要到了黑球 往上稍微蹬一点角度 左下方抵带也叫到了 这杆角度还是一点点向上 直接蹬起来蹬一颗篮球 篮球角度流向上 可以调上半区的这一颗 好 这一颗篮球 好 这一颗篮球 这颗红球没打进 现在追回来了30分 分差还是差了22分 台面51 艾伦泰勒再次上手 这颗黑球叫的不理想 好 防守一干 那这局双方有的纠缠了 好 防守一干 好 防守一干 黑球继续防 坐上一杆斯诺克 当然这个斯诺克不难解的 一库就可以解到 解到漏球了 好 红球打尽 替低分值彩球调一杆 然后进入收彩阶段 现在分数是够的 收彩不难的没有死球 咖啡球打进 篮球角度还不错 向下 好打进 这边粉球靠长台的准度来调了 好顺利完成青台 这样刚好是超分啊 刚好是超分啊